大家好,我是苏莫白 老娘都要崩溃了 我到底是男还是女啊 算了,谁叫这是快川的世界呢 第一百三十集 如果刚才的每一步稍有疏忽 她毫不怀疑 她的下场会比现在的刀疤凄惨数倍 她会把自己打得脑袋开花 满身是血直至死亡 然后,这些看热闹的囚徒 只会表情麻木地看着她倒在血泊里直至死亡 第二天清早,预警来通知晨练的时候 她的尸体才会被发现 她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在监狱里 没有人会掉下一滴同情的泪水 所以,南巡一点也不后悔 刚才自己下手这么狠 如果不是刀疤的这些跟班 她还想直接将人弄死的 毕竟人已经得罪了 留着只会再生祸端 南巡甩了甩自己带血的手 想起不久前那个男人走路的拽样 自个儿也不禁将双手插在了裤兜里 哼着小调就这么慢悠悠地上楼了 所过之处,众人下意识地避让 但众人还是忍不住 暗磋磋地偷瞄着小子 他们觉得将刀疤揍得 嗷嗷乱叫的这臭小子 真他妈的帅 二四二的铁哥 蒙了好一会儿 招呼着身后老二老三他们 一起跟了过去 二四二的求是门 砰的一声官司 隔绝了所有或探究 或震惊或畏惧的目光 小六啊,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大哥真是小瞧你了呀 铁哥哈哈笑了两声 一想到刚才 这小子打人的那毒辣劲 突然觉得有些牙疼 南巡哥俩好的 将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 大哥,小弟我只不过是运气好 才干倒了刀疤 以后小弟还是得大哥罩着 铁哥连忙拍胸脯保证道 嗯,那是必须的 以后小六啊,你就是我亲弟弟 说这话时 铁哥瞄了一眼 搭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只手 还沾着血呢 A肩曲二把手刀疤的血 老三已经狠狗腿地 接了一盆干净水 小六啊,洗把脸吧 你看看你那身上脏的呀 老四和老五一人站一边 给南巡锤尖按背的 老二杜潘有些尴尬地摸了摸自己脖子 笑呵呵地道 小六啊,二哥要是早知道你连刀疤都能干到 说什么也不捉弄你的 以前是二哥不对啊 你可别跟二哥一般见识啊 南巡斜了他一眼 二哥长得可真像一只狐狸 小六好眼的呀 以前大伙都叫笑面狐狸 唉,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南巡也不想跟他计较 直接一锤头砸到他胸前 下不为力,否则拳头伺候 杜潘笑了两声,心道 真是个小孩啊,这么好哄 唉哟,小六啊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吧 你知道倒把城把一剑去多久了吧 你可是这么久一来啊 第二个打败他的人呢 老三一脸崇拜得道 他听说苏莫白是大学生的时候 就相当崇拜他了 方才迎新一世的时候 还怕他撑不过去,一头撞死 他咋都想不到 看起来这么生畜无害的小伙子 干起架来,比刀疤都很绝 南巡目光转了转 故作好奇地倒 我是第二个打败刀疤的人 那第一个是谁 五人突然指了声 过了好一会儿 还是杜潘先打破死记 只是他脸上招牌似的笑容没有了 神色有些严肃 小六 这个人不是咱们能够惹得起的 以后见了他呀 有多远躲多远 不要试图触犯他的顶线啊 啊,我不去招惹他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说 这人的来头 这事啊,还是由老大来说吧 铁哥瞪了他一眼 不自觉地放低了嗓门道 这人啊,叫阎罗 外号啊,叫阎罗王 是我们道上的,这个 他朝南巡,竖了一个大拇指 除了贩毒啊,他什么都干 杜潘插了一句 比如,走私 葛污廷,独城,杀人 老三老四老五分别回答道 老五说完话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 不明所以 咋了,干这个的难道没杀过人 杜潘吃了一声 哼,他这种身份的人 哪里用得着自己动手啊 据说,曾经背叛过他的一个小弟 被他的下属打成了马蜂窝 他坐在一边全程指导 面不改色地看着那个人流干了些 然后吩咐人,扔到江里喂鱼去了 哎,几人闻言 不禁咽了咽口水 他们又想到了阎罗王 刚进监狱的时候 刀疤不自量力地挑衅 杜潘拍拍南巡的肩膀道 阎罗刚进监狱的时候 也碰到了今晚这事 你猜,他将刀疤怎么着了 南巡很配合地露出了好奇的表情 杜潘边说还边比划上了 他一脚就把刀疤踹成了死狗 用一只胳膊抄起那人 直接将他整个人拎了起来 撞中式地朝那墙上撞去 撞了大概三四十下吧 那墙上还流着干涸的血迹呢 虽然过去足足半年了 但没人敢去擦 墙脚的那一堆血啊 我是至今记忆犹新呢 老二,我跟你说啊 撞了足足五十以下呢 我等事没事干就数了数 老三插话道 去去去,老二说话你插啥嘴啊 杜潘接着说 那次刀疤差点就交代在了当场 后来他见了阎罗王就躲得远远的 意都不敢放一个 南巡听了这么多 突然就问了一个问题 刀疤那大块头 起码也有两百多斤吧 他拎得动吗 几人先是一愣 显然没料到 他的侧重点在这个上面 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六啊 你要不要亲自试试啊 你这样的,阎罗王估计能报五个 二哥 这阎罗王真这么牛掰的话 咋被关进监狱了 你以为别人跟你一样 是无期徒刑啊 这 关在这美环监狱的犯人 不应该都是重刑犯吗 杜潘给了他一个 你天真你傻的表情说 那是因为别的监狱 都不敢收这尊文神 所以才被弄到这儿的 铁哥摸了摸自己脑袋 接话道 嗯,没错 虽然老子这些年都在监狱里婚 但当年也是听过这阎罗王的威名的 这阎罗王被抓只不过是一时的事 警方啊,根本找不到他的罪证 这一尊佛爷 那暗地里是什么都做呀 还是一个十分狡猾的人 老四不知想起啥 笑黑黑地抢着接话道 这事儿我听今年进来的一个兄弟说了 去年警方好不容易在舞厅啊 将严罗王抓了个现行 那一屋子的兔女狼哟 这场面啊,别提多刺激了 这话说得好像他亲眼见到了一样 嘴角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老五也连忙插嘴 我也听说了 阎罗王就这么被警方给勉勉强强的 安了个聚众涉谎 影响誓容罪抓起来了 判了一年 现在刑期过半 如果啊,这剩下的半年里 警方再找不到他其他犯罪的证据 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进来又出去 不管是男是女 老娘都是迷人又厉害的角色 只是,做男人真辛苦啊 腿都合不拢了 怎么,不服来战啊 这里是快川 咱们明天见